2023台米小姐选拔赛的第一公主 现年21岁的台发混血儿杜若韦 将加入赖姓德海外青年团成为竞选志工 吸引年轻台小返台投票挺台湾 朱若韦在社群媒体上 作用接近17万粉丝 会说中文 台语 英文 法文 与西班牙文共无中语言的他 明年暑假都会和母亲 回台南老家探望祖父母 同时他也拥有公民投票权 今年国庆他也没缺席 洛杉矶的双十国庆酒会 杜若韦的母亲张玉芬表示 台湾的民主经不起任何风险 呼吁所有台侨一定要返乡投赖 并表示机票再贵我们再赚就有了 国家没了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台湾人必须好好守护这块民主的土地 才能让下一个世代 拥有安居乐业的自由生活 新唐亚太电视林家维 林天兴专利报道 新唐亚太电视林家维 林天兴专利报道